这个其实这个我也觉得最近完全进入给媒体的新时代了 那么我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报纸的 在报纸上写文字的这么一个记者来说呢 其实我感到确实我们的报纸的影响力是江河日下嘛 这个发行量越来越小 但是有无数的新的媒体涌现出来 那么过去呢我看就是对于您刚才讲威权时代 过去民主和威权走向民主的过程之中呢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斗争的主线就是新闻自由 因为威权政府呢它隐瞒真相 那么民众呢需要真相 这个抗争呢其实在全世界呢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 那现在我现在正在写陈水扁传 那么陈水扁在台湾的党外时代呢 最很明显的就是说党外人靠办杂志嘛 办杂志办了一篇又一篇什么美丽岛啊 那个陈水扁办变的蓬莱岛杂志啊 然后还有什么大学杂志啊 都是说别自由中国啊 都是说一些本一些真相和一些言论 拿出来放在上面 然后当政府就禁止嘛 就禁止 然后大家用手抄本各种方式流传给大家 这个这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还有一个呢就是台湾的很明显地下电台 地下电台的人们 他们就是说想尽尽办法和国民党的当局在捉迷藏嘛 那有的人就是说把那个电台的发送器放在书包里边 然后自己坐公车从东到西 然后因为他地点一直在移动嘛 那个警察就找不到他在哪里嘛 就要抓到这个人的话需要好几个小时 他已经把该剥子都剥完了嘛 这都是用这种方法 所以但换句话说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嘛 只要真相传出去就可以了嘛 但是现在的问题呢 是真相太多了 这个媒体也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在众多的媒体里边 大家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然后呢其中充斥了大量的假新闻 假消息 然后还有很多带风向的诱导性的消息 都在里边 那么比如说 刚才讲的 我这几天在经常上的crabhouse crabhouse就是完全是一个 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一个平台嘛 因为crabhouse 过去我们在youtube或者在网站上 最多的是碰到那些小粉红嘛 就是我们写一句话的话 他们小粉红会受到无处估计 用同样的一些谩骂的语言 不停的复制来攻击你嘛 但在crabhouse这个就基本没有了 因为crabhouse每个人发言 你必须有逻辑性嘛 你必须讲出一套东西 即使你批评别人也要讲出一套东西 否则你光骂人的话 马上就被踢下去了嘛 所以说这又是一种新的模式 这个媒体的模式在出现嘛 又能接受很多的朋友 能达到很多的消息 但是这相对的 每个人看不到脸 而且呢 这个消息 真假消息更真假难辨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今后呢 就是说进入时代 就是说信息太多 你怎样去识别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这个就跟当年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说你要培养自己识别 真新闻和假新闻 就是说我现在 我觉得这个时代呢 你只要想找 还是能找到真相 但是说呢 如果说你不知道 只是漫然在那里的话 你就会不停地被这些 就是威权 被这些权力 给你带风向 带到沟里去 你会慢慢慢慢被误导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时代呢 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 反而是越来越高的时代了 那也请教这个桑普律师 你认为我们衰入 坠入这个数位威权乃至极权 还差多远 我觉得现在正在 好像走向一个滑坡一样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 就是中国 美国 缅甸 也有类似的一种状况 以中国来看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它是南德意志报的 前驻中国的记者马凯所写的 它的标题是 我们已经被和谐副标题是 在中国警察社会中的生活 这篇文章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说 中共不但是一直是监控网络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建立警察社会 用新疆当作一个试验田 来去做很多大规模的 监控的系统 收集全民的那个生物资料 而且更重要的 它讲到一个重点 它讲到数字集全 是比史大林师的那一种 那一种一般的恐怖集权 更可怕 更可怕的一点 是说它要植入 一个自我审查的意识 在每个人的脑袋里面 它说一旦你相信是真的 那你不再需要警察 因为你本人就是你自己的警察 这个地方 比方说你装一个天网 在那个电灯柱上面 不论在那个当地的那个 那个系统 是不是真的有在运作 或者说它收集那个大数据 整理大数据能力有多强 它可以吓唬大家的 但问题是 你觉得有的话 你就会被收到为何 那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说 这个是跟史大林时期的那种 苏共的集权是不一样的 中共集权的一个特征是 让你自我审查 互相批斗 互相揭发 互相告密 同时也自我审查的东西 所以它中共是充分利用的高科技 新的科技 来达成一个自我审查 那个意识的提升 那左派 西方的左派 跟中共这个极左的派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特征 它热爱控制 control freak 热爱控制 热爱所谓的稳定 要政治正确 要压制言论 那你看到 在那个西方 刚刚在荧光幕上 你看得到 在那个parler Mivi 或者说Gap 或者等等的 那个新的媒体 都受到很大的冲击 你看到现在 现在为止 川普根本没有办法 再重启他的twitter.com 过去这么久了 所谓离职 离开45任总统这么久 都没有 你看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 我在这个节目已经讲过 没有办法管到民间 他只能管到政府 那之后有人提出了 叫net neutrality 就是网络中立性概念的人 这个人呢 是台裔的美籍法学教授 叫Tim Wu 吴修敏 那当然我认识一些 在美国的台裔美国人 对他的判断是两极化的 那有些人认为他说 不爱台湾 也是有反商情结 但无论怎么样 这个Tim Wu 他是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网络中提性 因为他2003年的论文是这样子 而且他也是现在成为 拜登政权的那个科技与竞争政策的 特别助理 那他成为这个助理之后 会不会有效打击 这些Facebook YouTube Google Twitter 这些网络上社交媒体的拒授 怎么要侵犯人权 侵犯言论自由的一点呢 我相信呢 可能做一些形式 你看看在民主党当年 他在对抗川普的时候 川普要说 你们社交媒体 如果要审查言论 要为所有内容负责 不审查言论就不用负责 你不可以既审查言论 又不用负责 那结果呢 民主党全票否决这个想法 230法案 230对 没错 那现在你看到 在Tim Wu这个情况 能不能够整到这个地步 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 他能不能做 还是做些花拳秀腿呢 我就觉得说有点悲观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希望大家能够给美国的公民 美国的那个 有关的一些健康的力量 一个很清晰的监督政府的看法 缅甸也是如此 缅甸它整个所谓的资料库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镇压行动的 数字威胁武器库里面 有中国的产品 有俄国的产品 也有一些以色列制造的 监控无人机 也有欧洲iPhone的破解设备 基本上可以入侵到每个电脑 去盗取那些里面的 所有应用程式的一些资料 现在大家知道 我前几天 因为我发起成立这个 台湾上海协会 办了一个旅行 到中和南四角的缅甸街 我跟一个从缅甸来的一个 住民谈过 他这个缅甸来的华人 他讲天天晚上 他都看讯息 但是呢 他要到台湾时间的中午 才能够看到缅甸的新闻 因为缅甸会在晚上 他们当地的网上去封网的 而且他会屏蔽有特定用户的那些 Facebook YouTube跟Instagram的账户 而且更重要的 缅甸有通过36页的一个网络安全法案 广泛盗取使用用户的数据 可以给那些要求网络的提供商保存资料三连等等 而且缅甸的首都内比都 也是装满了华为的监控仪器 那示威者想去抗议 想去反对 中国却有切齿搞辨 这个东西非常的令人家不安 所以从中国 从美国 从缅甸各方面 看到这个数字极权主义正在犯难 如果这个地方不予以去那个纠正的话 就会出现乔治欧威尔斯的1980的局面 就老大哥在看这里 最后全世界就会变成一些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共产党集团 或者说那些军政府的一个动物农庄 的一个大的监控的一个社会 那如果我们还需要有自由空气的话 我们到沙滩都没有自由 有卫星 有那个所有的那个监视仪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问题非常的严峻 我们在台湾 可能那个碰到的问题比较少 因为最近也推出那个 所谓的智能身份证 就有一些改良 先撤回再改良的一些计划 但我相信台湾面对的那个资安威胁 在中共来讲是 对付台湾来讲是存在 在本土来讲比较少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必须要警惕 因为自由的代价就是永恒的警惕 而且我觉得比较担心说 当我们都习惯用这些平台的时候 再交换意见 但我们本来可以用不同的智慧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想法去激荡 但是现在变成是 只要不符合你那一种立场的人 其他的事实跟内容 你就要过滤跟打压 那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是 让人类就本来是有多元的选择 可以避风险 或者找到更好的路的 就可能被 可能大为缩减了 对 我觉得主持人讲到非常正确 我觉得说就算比方说有些反川普的言论 我们也要给他一个空间去说 我觉得说多元看 我也鼓励大家看这个频道 这个节目 也鼓励大家看反对我这种声音的 一些频道跟节目 多元的呈现 大家有一个真善美的价值观 用自己的智慧跟良心 道德去判断事情 不要一言堂 这个我们从来不搞一言堂 但是有人却搞一言堂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警惕 好 节目继续我们请两位来宾 各用一分钟总结间的讨论 我们先请一下西班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次两会的 我看到王毅的讲话的时候 我感到整个的 就是两会 不管王毅讲话 李克强讲话 王洋讲话 整个中国在向左转 向毛泽东时代在转 那么比如说过去 对中国的一些 比如说人权上的批评 比如新疆 香港的问题 过去 当然说中国从来是不接受批评的 但是多多少少 还有一个 就是说回转的余地 还可以有一个雅量 可以听你的批评的声音 虽然反正 现在王毅就是把那些 凡是批评的 批评中国 不是批评中国 而是把新疆 香港的 真相揭露出的媒体 上来就谩骂 就把你变成敌人 我要就是把你打倒 然后再踏上一万只脚 这种气势 就完全已经赤膊上阵 已经歇斯底里了 那么也就是刚才讲的 也就是说 在权力斗争 中国的权力 从组之前呢 这些人已经完全进入一种非常状态 紧急制裁 就是完全赤膊上阵的 无所顾忌的状况下了 那我很担心的 在这种语境 这种方程下 可能在中国 我们表面上能看到香港 能看到新疆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很多 现在外国媒体在中国国内 已经很难采访到了 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人权的 这个人道上的悲剧 一定会再发生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就刚才讲的 大家通过各种渠道 要把真相说出来 让大家看到它 让大家呢 一起给中国施加压力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让中国在这种 才能让中国这些弱势团体 能够稍微好一点的度过 中国这个异常的权力过渡期 那我们再请桑普律师 一分钟总结 自由的代价就是永恒的警惕 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气 大家知道在目前的困境里面 自由慢慢回缩 民主正在退潮 在这个大的局势底下 我们看到中共权斗非常厉害 中共的策略 跟张牙舞爪的状态 非常的厉害 穷兵独舞的状态 也是染指全球 那在这个大的环境底下 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可能不多 但是我们起码 在目前的环境下 要讲真话 要讲真相 要把真正公益的声音讲出来 我们看到美国做得不足的地方 不要因为我们要维持台美之间的邦誼而不说 说出来是有助于巩固彼此的邦誼 尤其是巩固台湾人跟美国根本利益之间的那个扣连 只有民主事业的阵营 没有分裂的空间 我们讲的很多说话都希望提醒很多收听收看这个节目的人 能够了解得到 大家可以在自己岗位上 看有什么东西能够做多一点 能够帮助这个局面的改善 那我希望数字的那个极权时代来临的时候 大家要善于灵活多变的 吸取多元的资讯 避免一眼堂 也是要把一眼堂的举动揭发出来 这个我们彼此共勉 谢谢大家